下期的关键演算法除了评估函数 刚刚我们只用了评估函数就写了五子期 完全没有用搜寻 那除了评估函数以外 其实如果你要考虑搜寻的话 它是考虑一种对局的搜寻演算法 它跟一般的搜寻演算法不一样 那什么是对局的搜寻演算法 这个东西Mimax怎么都找到公司 我是要找维基乃克 这个算法是真正对局搜寻演算法 很重要的一个 那我稍微把 先把 这个Minimax的搜寻演算法 这是对局里面最重要的搜寻演算法 的想法 那基本上它可以说是从游戏理论来的 就是游戏理论双方 对局理论 然后双方互攻的那种情况 那可是呢 这个以电脑的想法跟对局论里面的是不太一样 电脑的想法 OK对局论其实很简单 分数出来你怎么下就知道 可是问题是电脑的想法 因为这种下棋是要考虑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所以它跟所谓的对局论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好那这里有几张图 我从这个图看就会比较清楚 那我们把这几张图拿出来看 这张图是 是在讲解Minimax演算法的原理 那它是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7分是怎么来的 是取这两个的最大那种 所以这一层是做Max成 也就是说这个红色的线子做Max 它把-10和-7那负7比较大 所以呢 我就这个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对不对 然后所以它就把这个负7提上来 这是取Max成 为什么要取Max成 对我最有利 对我最有利 那但是到了对方这一层呢 我们要取什么 对方 对对方 相反过来 相反过来 对对我对我最有利 所以你看到它这个10分 这个-10分 对不对 这个10分-10分 结果它取小 OK 因为我们要让对方不利 要让自己有利 所以这边就取小的 那到了这一层呢 又是我的 所以要取对我最有利 所以我要从这边取大的 OK 到了这一层呢 又要取小的 因为对对方比较不利的 就取小的 那这个正无限大可能就是已经结束 所以这就用无限大 好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种所谓的minimum mass 的方法 它一层一层下去 那以 五子齐而言 这个不得了 这个这是棵小树 但是事实上那个树大的不得了 为什么 我们刚刚有256格 对吧 每一格都可以下 所以呢 第一层下去会有256格分数 它从里面取 取 最大 那第二层再下去又有256格分数 可是呢 每一个上层的都是256格之一 那不就是256乘256 好 那三层的话就256乘256乘256 那四层就256的四次方 哇 那那这不得了 256的四次方基本上就是整数的最大范围 那你要算多久 那256的五次方六次方 你根本就算不出来 更不要说要收钱十几层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 有一些过度膨胀的问题 那 这个是minimum mass 码演算法 它并没有解决过度膨胀的问题 他说我们这样算 你全部算完 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 但是问题是你要全部算完算很多层 基本上对很大部分的旗类都是不可行的 好 那怎么办呢 如果它不可行 这时候就还需要一个东西 这个叫做alpha-beta-pruning alpha-beta-pruning 就是alpha-beta修剪法 好 什么叫alpha-beta修剪法呢 来看一下 这个图 alpha-beta修剪法就说 它其实也是从minimum mass的演算法 再去把某些分支砍掉 当他看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这个分支不可能 所以那个分支就可以整个砍掉 怎么看呢 你看 这里三分 这里六分 我们先从最下面这边来看 这个是我方嘛 就是我下 对方下 我下 对方下 我下 对不对 那在这一层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他看到 五六 然后呢 这一层是取小的 所以是五上来 OK 那七四 那这一层是取小的 所以四上来 对不对 四上来 那 四上来之后呢 他这边 看到一个 一个分数五的话 那 他就可以 把它砍掉 这边就 不要了 那 同样的 这里 六上来 看到分数九 其实他就可以不要了 他就发现说 OK 那 那这一个分支 整个下面都不用算了 那 可是这样看 看不清楚哦 因为 我为什么砍掉它 它下面到底有什么 OK 所以看这个分支我想可能会比较清楚 那 这边 三 六 五 OK 三六五 这里已经五了 对不对 这里已经五了 那这里取minimum最小 最小 那应该不可能再大于五 对吧 我这里已经五了嘛 那这里取minimum 所以这个最小 不可能大于五了 不可能大于五了 那 所以当我这里已经是三六的时候 会怎么样 我这里已经是三六 他要取 这里 这一层要取mesma 这一层要取mesma 那他最小一定是六以上 那这一层已经是五了 这一层已经是五了 所以他再怎么样都不可能 再变成六以上 所以这一个八的这个分支就砍掉 所以不代表说这个八的分支还要算哦 其实他根本就不用算 你下面是什么我根本都不管 从来都不用再算 所以当你看到这边是五的时候 后面通通都不用算 可以砍掉很多 对不对 可以砍掉蛮多的 那你可以看到一层 如果只有几层的话 那砍掉其实没有 没有感觉很多 但如果那个数越大越大的话 那砍掉的东西就不得了的多了 是你这样感觉好像有点碰运气 就是你可能 你可能先算出一个 然后再看下面做比较 对我们会先算一个 算几个啦 不止一个 就先算几个 然后你取到目前为止最佳的那个 然后如果往下这边的话 已经确定他的棒的的话 3也可以砍掉 5和3 你说 就是那个6 最上面那个6以下 5和3都可以砍掉了 6以下的 不是就是最上面那个 max的6 6以下的 对对对 3都可以砍了 这个已经算了 所以他没砍 因为他是先算3 然后再算6 所以这个没砍到 如果他是先算6 再算3的话 这个3以下就会被砍掉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 但是你要看顺序 如果这个是3的话 那这个3应该要移到前面来算的话 才会把这个后面的5以下砍掉 OK 所以他的砍 砍法其实是要看两层 要看两层 不是只看一层就可以决定要砍 那是不对的 所以他至少要看两层以上才可以砍 好 那而且其实他是有点 就是说 我如果用深度优先搜寻的话 在某一层已经出来 某一层已经出来 我后面的东西我就可以砍 如果 如果他的条件已经符合就可以砍 那这个叫做Alpha Beta Pruning 就是Alpha Beta修减法 有人叫AB修减法 OK 那这边应该还有个图的范例 看一下 好 那这边有 有那种动态图的范例 有点慢 他在问 考虑那个Alpha Beta的时候 他用 他用那个很多张图去做 类似动画的东西 这个速度有点太慢 所以看起来 不是很清楚他到底在想要表达什么 这张图 但是刚刚那张我觉得就很清楚 现在他一路搜寻下来 到这边确定是五分 对不对 那五分就开始 往上提啦 对 OK 这时候Alpha是Empty 然后呢 OK Beta 成 Beta也是Empty 好 填入五 OK 有点慢 好 填入五 好 那确定是五了 接下来碰到这个六 OK 那两个取 这一层应该取大还是取小 好像是取小 对 他没有把Mini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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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层画出来 觉得比较不容易看 好 没有小一杯糖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又往上了 又往上一层 他电脑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如果他一下子弄完一 大概只会看到结果而已 但是他这个也弄得太慢一点 好 这时候五优提上来 对不对 他是往下算了算了算了 然后一层一层提上来 但是有一些呢 发现已经 已经 可以砍 他就把他砍掉 好这时候呢 这一层算到这里 发现是七 OK 发现是七的结果呢 OK 他的ABA值是五 对 五是怎么来的 是从这边往下降 降下来 就是说目前最好的是五 目前最好的是五 好这时候 这时候呢 ETA值 是七 好那确定 ETA值是七 哇那下面还有字 所以难怪他要放这么慢 好碰到四 是不是小于ABA 结果四了 是小于ABA 结果变四 变四 那 是这里 好 有看BETA值 那那一层的BETA值呢 现在是空的 上面这一层的BETA值 现在是空的 他是不是大于ABA呢 OK 所以呢 就把四 射在 射上去 这里 好 那这时候 上面这一层的ABA值 是空的 BETA值也是空的 然后 继续往上提 是不是 好 好 往上提呢 5一直一路提上去 所以这一层呢 是在取大 有没有 这一层是在取大 他这一层是在取小 OK 所以你应该看得出了 好 先这一个嘛 然后再这一个 所以 他其实是深度优先搜寻 还是广度优先搜寻 深度 他今天是深度 先搜寻到 我确定我到底要几层 我先把层数确定下来 用深度优先搜寻 所以他其实不用 不需要Cue在中间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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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个为什么不用算 这一个 因为他没有比4 还要来很小 因为这个4跟5比 已经输了 已经输了 所以下面就不用算 OK 好 这个写起来 不好写 但是程式很短 可是你逻辑要很清楚 因为他的地回关系 是非常奇特的地回关系 所以 因为深度又先搜寻 您没有什么功能地回座 可是他会需要记录 那个αβ的那个子 然后再根据αβ的子 来决定说 那个破回圈 后面的那个子带 要不要砍 所以这个地位关系要脑袋很清楚 才有办法写下来 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直接拿演算法 或直接拿程式来改 拿演算法来套 可能要写好演算法 这一个维基百科里面就有 这下面很有贴演算法 就直接用这个演算法去改 才不会写乱 因为人家已经写得很清楚 就用演算法去改就好 所以应该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一点被砍掉了 但是越往后的话砍的会越多 所以当你分支很多的时候 其实这个砍的效用会越强 当然有点运气 看你第一个碰到的是谁 这只有运气成分在里面 那如果不要靠运气怎么办 加上加上优先顺序的方式 其实你会比较不需要靠运气 也就是说呢我们先 这个第一个选谁很重要 就是我下面的指代我第一个要选谁 如果我第一个选的就是机会最高的那个人 那他就很容易把后面通通砍掉 就最好的那个 他就很容易把后面都砍掉 OK 所以第一个选谁也会造成你的演算法快还慢 那第一个要选谁呢 那就看你程式的写法 你程式 就是如果像我在写五指期的时候 我是从第一格开始一直算 那这样子的方法就减不了太好 但是呢我如果从 比如说评估第一层最好的那一个开始算 OK 然后再从他的固境 就是那些已经连线算一个权重分数最好的那一点 再开始继续算下去 那这样他很容易就去修剪掉其他的不好的点 他不好的点都修光了 演算法就会快 OK 所以可以用神经网路再加上这个演算法 然后科技可以定在一起吗 诶 这有点困难 神经网路本身就很复杂了 而且他需要训练了 那这个要给他什么训练呢 就是个问题 感觉越到后面的话 就是训练越好 我记得之前曾经有人 他的 他写的下棋程式 其实还蛮早 一九六几年 还七几年 然后 他那个下棋程式 没有什么alpha beta cut之类的 没有 他单纯是用评估函数的方式 那但是呢 他的评估函数的方式 他的评估函数不是人写进去的 他是靠电脑自动学出来 那电脑怎么自动学呢 他就写了一个程式 一开始呢 双方的策略 就随机取 随机取策略 好 接下来呢 对战 然后战立盘之后呢 赢的那个人的策略 就会保留嘛 输的那个人 就会去修改策略 对 那可两边都不是人啊 两边都是城市啊 所以呢 那输的这个人 他就会再去演进他的策略 那比如说 他用赢的人的策略 再来做修改 变成一个新版 OK 那就这样子 不断的自己打自己 最后他所学出来的策略 下得起力也不错 OK 那这个又是一种 类似爬山演算法 就是我不断的在修改 目前已知最好的策略 然后再跟他打 如果打赢了很多盘 那就是这个策略 算优势 他分数很高 我再从那个分数最高的策略 这个被打输的 再跟他改 那这种方法 是有人做过 但是 现在的方法 下棋通常不会用 那种自动学出策略的方式 因为那个对于 简单的起可以 那对于这种 已经有minimum mesma 这种理论 而且有 alpha-beta-bluening的方法 提出来之后 那种就 就不会再去 那学习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于下棋而言 学习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你要让他 双方互下1万盘 那那电脑是可以的 人是很难这样子说 我通过跟你下1万盘 我再来决定 你不是下到手断掉 你那个电脑都还没学好 ok 所以像这里 这个6 这一个不用算 因为6 这里6 这里也6 6和6平手 所以这里就不用算 所以我会取前面这个 有点慢 好 大概这样 所以 修到目前为止 居然只修掉两个 有点 有点糟 不过这只是个范例 其实 其实 真的修掉 可以修掉 一般齐类都可以修掉很多 一般齐类是越来越长 还有你 看你第一个选谁 第一个选谁是很重要 先选谁 那个 优先顺序 会导致你修掉的数量 暴增 修掉数量暴增的话 所以电脑下棋就会变得越好 就会越快 越快 越快 就是说 如果大家搜寻的层数都是一样的话 那 那是大家的 最后算出来的 那个 下一步都是一样 那只是 当它越快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 优势啊 这个优势就是 诶 既然我比较快 对不对 那你收五成 我就可以收十成 那我收了十成 我就比你强啊 对 那我们两个想的时间是花同样的时间 两台电脑想的时间是花同样的时间 但是你只能收五成 我可以收十成 对 那我就会比较强 对 那你应该 对 那你应该 OK 那有问题在说 所以大概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动画是 是蛮慢的 所以你大概已经了解说 为什么它可以这样修掉 那 真正的 细节 那 就看一下这个 阿法 β的シュートコード 先看minimum maxima 的シュートコード 来 minimum maxima 的シュートコード 从某个节点开始 是 确定 指定深度 一开始要指定深度 因为它要一直往下下 算到最深之后 才会分数出来 然后指定深度 然后呢 到底是谁 谁在玩 因为有双方嘛 所以 谁玩也是蛮 蛮重要的关键 那如果深度已经是0了 因为它一层一层 会把深度 减掉 那如果深度已经是0了 或者是已经是终端节点 那就 return the heuristic value 就是 就是 传回盘面分数 就 已经下到那一层的 那个盘面分数 OK 好 那如果现在呢 是 maximizing player 就是 就是 就是我方 应该要最大值的 取最大值的那方 就是我方 如果是我方的话呢 我先把base value 设成负线大 因为负线大就最烂了 然后接下来 一个一个去提高 然后再 你看这里就递回了 minimax 这个不就minimax OK 所以minimax 这边递回 把它那么大一点 好 现在minimax 这边 到了这边是递回了 递回了 递回了 这个是node 这个是他的child 他的 他的指代 指代 然后深度会减1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深度最后会变0 因为每次都减1 那我一开始 比如说我指定看5成 那一开始搜悬5成 那第二次的话 对他 对他子弹就是网架再搜悬4成就好 好 好 那这个 那这个 massimizing player 现在是一个true or false 那 true的话呢 就是 就是 取大的 false的话 就是取小的 他用一个布林词来代表 要取大 要取小 好 那 best value 就等于 max best value val 那这个是什么 best value 一开始射付线 所以 只要有一个 任何一个子进来 best value 就因为改了 OK 所以他会变成第一个 人的子 那接下来就看说 那下一个 人 下一个子代呢 有没有 有没有更好 如果 有更好的话 就 就取 那没有的话呢 就不管 就是 按照原策略 好 那就这样子 所以 当他这样子算完 这个是 这个是我方的 那 但是呢 这一层minimum max 递回下去 就变成敌方 就变敌方 OK 所以敌方的时候 他就会算这个else 这一层呼叫进来 他就不再是我方了 他会算这个else 这个敌方 然后呢 他minimum max 这时候 变成 又回到 又再地回下去 又变我方 又变true 这个是敌方 我方开始是true的 然后 变false 再变true 一层一层下去 会交错 好 那 这样子看 OK 所以在这里 就要取min 对 这里要取min 这一层要取min 我方的要取min 敌方的呢 要取min 对 OK 那 所以这一个 就是他的演算法 他用类似python的 写法的演算法 所以这一行不是 这一行不是 这一行是呼叫这个函数 所以呼叫这个函数 所以他从目前的情况开始 搜寻daps层 从 现在是我方 先从我方按下 从我方开始算 然后算出来 你会看到 最后的best value 是多少 然后节点是谁 他其实应该要把节点传 就是说 纸袋 最好的纸袋 的那一部传回来 除了传 这个best value 里面照理讲 应该是要包含 纸袋 的node 纸袋的node 我才知道说 我 我应该下哪一部 OK 所以这个 其实用best 应该就可以了 就包含 value 和node 那我 最后算出来 最好的策略是 比如说下32 那他就 就会下32 OK 那下次怎么办 下次就会全部再重算 因为下次盘面已经改 我下了32 对 那就是电脑下了32 那对方是不是又下了一个 那对方又下了一个 那接下来又换我的时候 全部重算 那不会 一般来讲不会去考虑保留计算 除非你真的很注重效力 所以 苏家 他会变强 对 所以老师如果 如果把你这样层次 如果用 比如说对方下这一颗 然后你就从他那边 可能往外延 五或十颗 少一圈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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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强吗 会 那 以五子齐而言 其实这样变强 也是会变强 而且 而且很快 因为五子齐其实 光是用评估函数 就已经蛮强了 所以你再加上这个搜寻好几成的话 那 那很快就赢过了 那是那边更强了 因为我觉得还不够强 可以啊 你们可以去改进这个东西 但是 你就要加入minimum x 码演算法去改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做 你要做minimum x 码的话 其实用五子齐当范例不是很好 因为 五子齐本来用评估函数就已经蛮强 那如果你用象齐的话 你就会发现 那个强度是差很多的 有往前看几层 跟没有往前看几层的强度是差很多的 象齐、西洋齐 都比较能够看得出来这种特性 有往前看几层跟没有往前看几层 跳齐的话大概没有 不会很明显 因为跳齐其实 对 他的那个 对 就是 就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很明显 象齐和西洋齐会比较明显 OK 这是minimum x 码 那 这里是还没有修剪 这个演算法是完全没有修剪 他整颗素全部算完 整颗素全部算完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演算法而已 OK 现在要看的是有修剪 有修剪的会怎样 看一下这个就有点 把从刚刚的那个minimum x 再改良 改良哪里呢 你看他for each child 对 那α等于math OK α等于math 那如果今天算出来呢 这里算会算出那个β值 如果β小于α的话呢 就black掉 下面就不再算 black的话这个for回圈就离开了 所以 当你 当你 算到β小于α的时候 他这个black掉了 整个回圈就离开了 所以 他就会切掉很多后面的点 后面的节点 那同样的这边也是 这边 β小于α的时候 就black掉了 那这个叫做β cutoff 这叫α cutoff 两个不太一样 因为一个是在max乘 一个是在min乘 OK OK 那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其实他跟minimum ex 很像 只是他有 切 就多了这个一副black 一副black 多了这个去切 好这样应该 虽然没有办法很 很一下就说 我们就 就马上写程式 但是应该 看演算法是比较清楚 如果拿程式出来 那可能其实本来看不清楚 所以程式写起来都很长 想要写的很短 是有可能 但是会有一些周边函数 周边函数 针对齐的 那个就没有办法很短 好 OK 那 这里 一开始的αβ 这要注意一下 一开始的αβ是设 α是设負无限大 β是设正无限大 因为 因为 αβ设負无限大 因为一开始是取大 取大 的话 应该要设負无限大 才会一直提升 啊 正无限大 就是 β是取小 取小的话应该设正无限大 才会一直下降 OK 大概是这样 好 OK 所以 大概 大概我们 看到的齐类 就是这样 那各位呢 如果你想要写五齿齐的话 我觉得 你可以先这样写 我 我再示范一遍 因为 你一下子就要写 一下子就要写那个 人对电脑的 很不容易 所以呢 其实我不是一下子就写人对电脑 我是怎么做呢 我先写人对的 p to p 好 这样怎么下呢 一开始是圈 对不对 圈 然后下55 然后呢 诶 这时候不是电脑 你看哦 将圈下载55 啊接下来是 将X下在哪里 那我下载66 OK 对 X加下载66 现在要换圈了 对不对 那这里就没有AI 这里纯粹是程式设计 对 那我再将 圈下载 就是说 56 好 那他又问你将X下载哪里 我将X下载 嗯 7 好 这样 OK 那这种就比较 比较没有AI的那个评估函数的考量 这时候你写出 写出人对人的版本 然后写完之后 你再去加人对电脑的版本 会比较容易 OK 好 所以其实如果你 会写的话 你用C元也可以写 命令列模式的东西啦 所以也是 可以 不过我觉得Node写起来快乐很多 越高阶越轻松 越快 如果你用Python写 其实应该也会快乐很多 越高阶越轻松 他下完之后 就写完之后呢 我才去改这个 才去改这个 那这时候 你就看到说 OK 他是不是有下对 那 这样 像光是第一步 他其实他就不够强 因为理论上来讲 无垃圈 你应该下在斜边 是最好的 而不会下在斜边 对对对 而不会下在斜边 因为 我的评估函数设计 都是一样 对 评估出来 可能 可能 都差不多 所以 我也不确定 哪一个会比较高 如果相等的话 他会取第一个 分数相等 他会取 诶 不对哦 分数相等 他可能会取最好的 所以大概 是这个原因 好 那我这边 再下 7 6 好 那他挡我 我再下 5 6 好 他又挡我 我再下 7 7 好 他又挡我 这时候 我有两个 我应该可以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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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他好像没有挡我 好 然后我再下 4 4 好 他挡我 对 那我再下 我再下 这时候可以下 我再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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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又挡我了 我再下 5 7 好 他又挡我了 我这里有两个 有 有 对 一排的三 一排的三个 那我就下 5 8 他挡我这边 但是我已经赢了 我下 4 OK OK 那这个 这个 完全没有 minimum 完全没有用 alpha beta 因为根本就没有收写 所以程式相对简单 OK 各位可以试试看写 你如果 其中 用这 就是写一个 没有搜寻 只有评估的 那 那 你把那个 功力调一调 应该就OK了 只要能够写得出来 应该就很好 好 那我觉得这是学AI 如果要写程式的话 是一个蛮经典的 可以考虑的程式 好 那 呃 先停 五分钟 还是 虽然没有休息时间 还是得上个厕所 OK